生日快乐 国拼世界冠军生日联合粉丝为偏远地区捐赠 刘国梁力挺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国拼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言归正传 北京时间3月20日 WTT大满关赛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其中有几项比赛也已经正式结束了 国拼包揽了5贯 在之前孙依莎和王楚清搭档的混双比赛 已经获得了冠军 女双比赛孙依莎和王曼宇击败了日本女拼 伊藤美成和早田希腊 斩获了女双冠军 樊振东和马龙也斩获了蓝丹冠军 剩下的蓝丹项目 樊振东和马龙进入决赛 女单陈梦和王曼宇也成功进入了总决赛 3月19日也是世界冠军林高远27岁生日 林高远目前是国拼蓝队新一代核心选手 在林高远27岁生日的这一天 他和他的粉丝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19日 林高远和他的粉丝为贫困地区捐赠了15站太阳能路灯 给贫困地区带去了光明 林高远作为国拼的核心选手 除了在乒乓球事业上获得荣誉为国家争光之外 并且还一直坚持着公益事业 在2013年林高远携手球迷成立了林高远球迷会 在2020年林高远携手球迷会在北京捐赠3万元 用于建设老他儿童爱心康复时 同时他也自掏腰包捐赠了4000元帮助一名老他儿童恢复 在2021年林高远和球迷会共同捐赠建设乡村爱心体育教室 林高远也是个人掏腰包捐赠了34000元 林高远作为世界乒乓球冠军职业运动员 在世界冠军光怀的加持下 能够积极的引导粉丝 一直做一些公益活动 贡献于社会 感动了不少的网友 同时他的球迷也非常的支持他 在国拼队伍当中 不仅仅是林高远一直坚持着公益事业 向国拼女队的陈梦也一直坚持着公益的事业 向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学校捐赠 乒乓球器材等设施 张继科在上个月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了JK公益计划 张继科自掏腰包联合粉丝 为推动中国偏远地区校园体育运动发展做贡献 还有国拼其他的一些选手 他们在获得荣誉的同时 也会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回馈社会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想这也是刘国梁最想看到的结果 也会大力地支持国拼队员坚持公益事业 林高远虽然在比赛当中状态不太稳定 引起了很多球迷们的担忧 也在比赛当中 实好实坏的发挥也迎来了球迷的各种质疑 我也希望球迷能够对运动员多一些支持和鼓励 少一些打击和指责 最后我们也祝福林高远生日快乐 感谢林高远和他的粉丝为贫困地区做的贡献 对于林高远联合粉丝为贫困地区捐赠太阳能路灯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